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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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别列这个三观 所谓的信空 向空 以及维世 那这个信空 向空 维世 那这个信空跟向空 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 讲过了它的一个 简单讲过它的一个内容 那今天我们还插一个这个维世观 第23页的 我们合掌 我们看着这个23页的四朝旭云 三者书法 外臣本无 实惟有事 此理生妙 唯亦原知 世大菩萨 佛果正行 故色若云 唯世通世未等 这边讲 这边是四朝的 那我们上次在那个什么 别型篇也有讲过这个三观 那个是什么 属于叶书的部分 其实四朝是 知主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 他的一个著作的 然后一直到叶书的部分 随机结末的部分 是到比大概五十几岁 五十三岁那时候在完成的 所以有前后 所以当这个 譬如说三观来看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可以说 可能他前面做年轻的时候写的部分 他有写的 可是比较没有完整 所以我们假如相同处处 我们可以参考是晚年的 晚年的就是他的叶书 那没关系 我们待会会补充一些部分 那我们先看着这个 二十三页这边的文 我们看着这个脉络 这个知主 林智律师把它分成一样三段 来加以看 修为世观 那三小段 第一个这个能观察的境界 所观的境界 那这所观界三者诸法 一样他的所观境都是一切法 一切法 这个三观的 我们的所缘境就是一切法 那假在我们这个忏悔篇当中 我们的所观境就是什么 我们造的这个罪业 不管这个业到罪也好 还有这个什么 这个知教罪也好 那么所观境都是这个罪业 这些罪业是什么 因缘所生的 所以他们有一个真实性可得 所以透过我们忏悔 起常愧心 了解这个无声之力 慢慢这个什么 这个当下这个罪业 罪心不可得 那我们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免于这个恐惧 我们慢慢能 透过如实的去忏悔 将我们这个戏气 渐渐的什么 调整过来 从谜 调整成什么 慢慢觉悟 就慢慢的明 明摆清楚 对境界很清楚 就不会什么 遇进逢业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观察 这个居原承犯是如何 我们就不会去违犯 不是以刚出学佛的时候 刚受戒的时候 我们可能什么 习气中 可能预定逢业的时候 马上就跟境界合 不同 透过修观会有这样子 一个什么 一个修行的这种 所谓的得用产生 得用产生 所以三者诸法都一切法 所言境都是一样的 所观境都是一样 那这个什么 能观之治 这边说到 外乘本无 外乘本无 实为有事 那我们知道 为世的道理 为世是这个什么 在佛法里面 是比较 讲到比较根源 比较深的 比较究竟的 那我们知道 这个我们这个 为世里面讲 我们不管这个 一报 还有我们的正报身心 一报的三个大力 还有我们正报身 都我们这一列什么 阿赖是所变现的 那我们阿赖也是 另外变现的一个 所谓的 这个相分跟渐分 相分跟渐分 我们人没办法 直接去攀元这个什么 应该是说 这个 或者我们现在用化学的 或是现在科学来讲 我们没办法 直接去圆到那个 或者量子力学 或者原子分子 没办法 就像说我们看完这个外层 看到这个不是直接 这外在影城 马上直接变 在我们脑袋过来 不是 它是透过外在这些什么 沉影光线的时候 让我们的视网膜 产生什么 产生好像投影在一个萤幕上 那萤幕再转换成什么 那个电流 电子状态 然后经过我们的神经系统 导到我们的 这个什么 我们大脑的有关于分辨这个什么 视网膜 视觉神经部分 然后去分辨这个影像到底是什么 是这样子 所以有人就说了 那我们这个眼睛 视网膜里面全部都暗的 为什么我们看到是亮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脑袋光里面全是密封的 对吧 我们脑部里面密封 为什么里面都是密封 为什么我们看到 看到光线是亮的 我们可以看到亮的部分 不可能 因为不可能 你们都按了什么 会我们显示出来是光亮 它是因为透过这个什么 透过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 电流的话 将这个影像转变成电流 然后到我们的视网膜 再去呈现影像 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就是 所谓的这个什么 转变成这个相分 这个相分的部分 因为我们没办法直接圆到 这个圆起的实地的这个什么 这个一个 一个法 而是透过我们这个相分 影像 然后转变成我们能见分能去圆的 是这样子的 所以事实上 这个外层本无 就是外面的这个城法 本来就没有一个实性可得 实性可得 它是随着我们的这个什么 这过去的这个业力 然后这个什么 随着 我们阿赖斯变现的 所以这个外层的六境的境界 都是我们心事的这个相分 我们能源的部分 信事的相分部分 刚才讲阿赖斯变现一个什么 相分跟 建分 来产生这个作用 这个都不离开我们这一念心 这个阿赖也是 所以外在这个什么 外在的这个成云 这个境界 它的本来就是没有一个实体可得 随着因缘显现的 随着因缘散灭的时候 随着因缘散的时候 它都灭去了 是这样 所以外层本无 外层本来就没有一个实体的一个法可得 这样子 那实为有事 实为有事 这个什么 这个跟我们之前讲过了 所谓的实为有事 这个知足也有 后面有解释 其实它就是什么 为遮尽有 事简心空 它讲的就是 这个道理 就是说我们一般凡不重生 认为有一个 真实的外在外层的境界可得 那这不是说 那要遮处 遮处就是说 这个一切法是什么 它是什么 本来是没有一个真实性可得 它的本性是不可得的 那是 那竟然没有依法 那内心这个内心 那竟然没有把 那是不是我们内心是空空洞洞没有作用 也不是 内心有如是的 随着这个什么 六根接触六成的时候 它也会产生六四的这种作用 它这个作用是有的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这个实为有事 只有这个什么 我们这个什么 阿赖是变现的一个 这个见分相分 然后我们再圆 我们内心整个生命的现象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现象 实为有事 外在的沉浸是不可得 那前面两者 这个性空跟微视 性空跟相空的 这个一般行者 他认为外在的这个什么 沉浸是实有的 外在的沉浸是有的 但是他透过修观以后才知道 他找不到他的本性可得 那缘起是有 缘起暂时的缘起是有的 这个是他对佛法产生圣解的时候 是如此的 但是一般都没有修学佛法的凡夫众生 会认为外在的境界是实有 乃至我 这个我是实有的 我这个某某人 是实有的 是这样子 所以我一次讲的 一切万法 借由什么 正念心所变现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说 外成本无 实为有事 我们后面待会 再看知足的 他有一个详细的解释 那我们看着第三小段 叛位 那叛位又分成三小段 他这个叛位就是什么 叛他的一个这个什么 接位 说到第一个 就是张胜 张胜就修为士官的时候 他的一个彰显 他殊胜的这种功德 此理生庙 为义原之 此理生庙为义原之 说明这个为士官的道理 这个是什么 特别的这个什么 特别的独特 而且生庙 特别的 他的代表 他的这个道理很深 一般我们没有透过 学习跟思维 对这个道理真的是不容易理解 明明外在这个桌子这么硬 怎么说这个桌子不可得 他讲了这个原体 桌子随着时空原体 他最后一样 这个 看着固定实体的东西 随着因缘变现 他最后也会什么 一把火他也烧掉了 那如果再兼顾了这个石头 或者这个我们认为的钢铁跟钢 那遇到因缘火的时候 他也会溶解掉了 不是我们想象 所以他这个什么 外层他本来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尸体 随着这个业力的变现的时候 呈现出来 暂时的一种 一种作用而已 所以这个为世 这个万法为世 这个道理特别深 特别深 那这个是在形容 词里深庙 深庙在形容 这个为世的道理 特别的为妙 特别的深 它道理非常 深到这个什么 我们的这个万法的 本来的这个什么 本来面目 可以说这么讲 那为义原知 我们这个为义原知简单的讲 这个道理只有 唯一可以说什么 唯有我们第六意 第六意识的 就是说这么高的道理 我们怎么去修呢 就是用我们第六意识去修 第六意识修 他所缘的明言 就可以了知这个为世 透过明言 明相这个明言 我们就可以去了知这个道 这个很深的 唯妙的这个为世的道理 这样子 那我们之前的这个什么 之前在别型篇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一点印象 我放在这边补充一下 我们在 大家有机会 大家再回去翻那个 我们别型篇 那个什么 他这个是 他里面有讲到这个三观 他跟三观根据这个 耶稣的文 那耶稣刚才讲 耶稣是宣祖的后期的著作 所以他他又 因为四朝代之前 所以他之前 觉得上面有所不足 他耶稣就是会更详细的把他做调整 所以那时候在耶稣的时候 这个我们别型篇的那个什么 所谓的这个 明出家以行凡圣 圣道行这篇这节当中 有讲到 唯士官的部分 他有讲到是什么 他的一个所谓的 这个 议言分别 议言分别 他的事情当中 有讲到议言分别 跟这边所谓的这个 我们讲的 唯一原子的 他的道理是很相信的 他也是同样 有引证就引色论的 他说从愿要为之 究竟为 民官中 官中就官 中道官 言语分别 唯禁 他所缘都是我们的这个 意言分别 那我们简单来 再讲到 稍微说 意言分别 跟这个唯一 所以用我们第六意识 怎么去言 就可以了解这个唯一识 那平常我们凡复在 没学佛之前 没了解道理 我们同样也不断的在 这个所谓的不如理作义 我们认为生命 有一个真实的我 那在什么 来创造这个一切 有真实的我在受用 还有真实的外在的 这个所谓的能所 内心的能跟外在的所 这样子 错误的见解 那我们了解唯一识一切万法 为心所变的时候 我们开始去修这个什么 了解佛法道理以后 然后见着去修了 所以这意言分别就是什么 为什么唯一识官要以这个 以什么样的语言 唯一识官东以什么 合法什么语言 为尽界呢 就刚才后面我们讲的 在所谓的 以原识分别为尽 这是他的一个所 所观尽 这个什么 就是说在修官的时候 以这个语言分别为尽 那这个语言分别为尽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有解释是什么 多文所熏习一旨 多文所熏习一旨 这时候你在意言分别的时候 在修为尽官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奴隶就义了 第六意识开始奴隶的去什么 思维这个什么 正法 不像之前你是不奴隶的 你是错误的见解 来分 来对这个世间的一些法 来产生错误的见解 这时候不是的 你开始修为尽官 从凡夫的我们的 所谓的这个什么 怨药味 你对佛法有好药 你也愿意追求圣道 这时候你开始熏习佛法 那这时候你透过多文 听文听经文法 然后开始什么 思维 所以多文熏习一旨 那一旨一个大乘的多文 这是透过学习大乘 这个为师的道理 这个意言分别 它有这样的一个道理 这个意言分别不是我们一般的 这个凡夫的这种 所谓的虚妄的分别 而是什么 真的你有如理思维以后 开始依着大乘的这种 政见开始思维修 不断的去熏习 遇到经济的时候 我们说 这一切法不可得 我以心所变现 那我只要转念就行 那这样子就是开始 如理的这种 意言分别 那这个意言分别 它这边也有说到 它非阿赖耶士所设 它非阿赖耶士所设 它这个所谓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阿赖耶士是什么 是染污的 染污的 那这个什么 意言分别多文熏习 多文熏习这个大乘的这种法 它就不是阿赖耶士所设 它透过好像 它有点觉悟的一种功能 闲持多文熏习是 阿赖耶士对自顾 所以这样的一个意言分别 多文是在对自阿赖耶士的 所以我们开始阿赖耶士 扎染不如理的思维的生命现象 这时候我们因为佛法 佛陀开眼的佛法以后 我们思维 这个正确的 这个所谓的政见 生命的现象 万法皆为世所现 那我们开始 开始透过这样的一个 不断的思维以后 那慢慢的开始扭转 我们朗无错无的一种想法 慢慢所谓的转世层次 所以这意言分别 有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对自阿赖耶士 的一种功能 那 那这个多文熏习 以什么为种子 他的讲 这个多文熏习 这边也有在补充到 就是以正思为所设 他是正思为所设 若觉观思维 依大乘多文熏习 生此觉观 离邪思维 及偏思维 那多有眼看 这个意言分别 就是我们的思心所 那思心所我们正确的 这种 所谓的正思维 就是我们了解 正确佛法以后 我们如理去思维 所以正思维所设 所以正思维所设 正思维所设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 我们的课本上 原意 为意原之 不是说师父 那我就没学习佛法 那这样就 东想西想 这就是的 不是 他是有听闻 这个正确的 这个所谓的佛法以后 他正思维 那正思维去熏习 远离我们这个什么 阿赖一世这些所谓的 错误的想法 后天熏习 或者俱身的这种 这个偏写的这种思维观念 这样子 所以意言分别 这边再补充就 意言分别 这个是意识 绝观思维的 意识的绝观思维 就是我们第六意识 那思维当然就是我们 第六意识的一个 最明了的 意识绝观思维 但缘 意言分别 无别有意可缘 没有其他的这个什么 使有的这个什么 意理的 再继可以缘 他是缘的就是我们的 正思维 如理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 或者说听来的 讯息而来的这个 在经典里面 讯息而来的道理 佛陀所留下来 这个开言的道理 这些意理 那 又必依明分别诸法 所以我们有创造 祖师大德 菩萨他们有创造 这个圣言量的 这个名言 让我们能什么 善分别 如履的去思维 分别这个诸法 那这个就是 所谓的意言分别 意言分别 简言之就是 意言分别 也是以这个多文熏习一子 而言 多文熏习而言 就是意言分别 就是以多文熏习 为词法的 词法的一个什么 因种 我们能意言分别 主要是来自于什么 多文熏习 这个多文熏习 大乘的这个什么 政见 有因为有这样的 因 这样的因熏习 所以我们才能什么 在修为事官当中 色论所说 从愿要为之 就近为 明观中 缘 缘什么 意言分别为尽 就是我们常常 促进的时候 我们会什么 会去如理思维 为如理思维 简单的 这个意言分别 那这边所谓的 这边提到了 此理生妙 为意原之 他的道理就是 这个主要的 透过熏习 由我们第六一识 第六一识 如理的这个什么 如理的 这个政思维 来分别这个什么 一切成敬 简单的 这边张 这个张胜的部分 此理生妙 为意原之 那再来 我们看的第二个 政叛 政叛 师大菩萨 佛果阵行 那这个修为事官 是一个根气 是什么 大菩萨的一个境界 大就是指 登地 登地以向 这些菩萨 他们能都能 会归到 这个一切 万法为心 他们能会归到 这一面心去 他们知道 这个 我们这个阿赖耶士 也是什么 另外一个 所谓阿赖耶士 也是什么 所谓的 如来葬的 他的一个 杂覽的部分而已 这样子 应该说 这个 我们这一面心 杂覽以后 我们称之为 阿赖耶士 那假如 我们环境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 转世成字 我们叫大圆禁字 都是同一个体而已 只是一个 米跟物的差别 米跟差别 那这个是 大菩萨 佛果阵行 就是这个 成就 这个菩萨 佛的果位的 这些 大菩萨 所行的 那但是 社论 都讲到的 这边 顾 隐正 顾社论 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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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世卫等 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刚才我们讲的 之前 刚才有补充 这个什么 别行片当中 这时候 那个宣祖就有列出来 从怨亚位 至旧经卫 明观中 就是说 这个修 是从这个怨亚位 还有建大卫 修大卫 一直到旧经卫 这为氏的世卫 修行过程当中 他们是什么 都是修为氏观的 都是修为观 只是有这个什么 一个粗跟浅的一个差别 粗跟浅的一个差别 所以我们从凡夫 开始发心的时候 发菩提心的时候 我们到 一直到成佛 都是修为氏观 为氏观 是这样子 他的道理就是如此 士菩萨 那这边 正判他显示 这个是佛果阵行 为什么 因为佛也是从凡夫力起修的 那通常从凡夫力开始什么 发大进就修菩萨 所谓的修为氏观 那这样子 所以他这边只有把 佛果阵行说出来 但是他因地是从什么 从凡夫位开始修的 从这个愿要位 建道位 修道位 一直到什么 旧经位 都是修为氏观 那隐正 他为什么是 证判是如此 拿着隐正 就隐色论 隐色论 这个里面 有讲到 那维氏通四卫 这个后面 这个资组 会有 林氏律师 会有在特别的详细的解说 我们翻到 24页 这边比较略 那假如大家可以去 回去看这个什么 别姓边的 那个三观当中的维氏观 我们看着这个24页的 这个资织四云 资织四云 这直接消失下来 维氏观当中 这个三哥同上 这所谓的 这个他分的三角断 都跟前面的信像 都是一样的 那观境可解 他的观境 就诸法 能观中 他有两个道 比较重要的 外臣为一切境界 那本无 言本无者 有恶意 一者是什么 尽即是心 还有是什么 这个 二者是什么 虚妄见顾 虚妄见顾 他有这两个 本无的道理 外臣本无的道理 那我们刚才是讲 这个 外臣本无 一切法为心所现 就是什么 尽即是心 这个道理 这个为事的一个道理 我们万法为事所现 那这个 二者 虚妄见顾 虚妄见顾 那这个 虚妄见顾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什么 这个 在这个沉浸 见分跟下分作用的时候 那我们会 我们凡不动身 会产生错误 虚妄的一种见解 那一般RNC有一个品 叫 那个骗记 骗之子 我们讲骗记本空 那个 主事大者 这个所谓的 依他如汉 骗记本空 骗记本空的部分 代表 这个虚妄的 这种错误的见解 这个是我们终生 在这个沉浸上面 这个见分 相分上面 产生错误的解读 这个部分是我们 什么 本无 为什么他说本无 本来就是什么 没有真实性格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说 这个境界 这个这样的风景很美 这个美的自信 本来就没有 这是因为你今天 刚好特别高兴 你看到这个境界 你就可以狼 古人这样 可能就可以作诗 就像李白看到月亮 他就有办法作诗 这样子 那这个什么 虚妄见顾 所以这个他 这是各凡不重生的一种 这个错误的见解 这个是说明 这个 这边 外层本无 这个本无的道理 第一个 一的 晋即是心 万法为心所现 所现 带来就是什么 在万法所现的时候 见分相分 我们错误的解读 这个什么 凡不重生 错误在沉浸上 产生错误的这种解读 那这种 我们在维师里面有讲到骗击本空的骗击子 它是什么 它是不可得的 这是我们比较主观的一种看法 有人说 这个杯子 很好看 有人说 很爽 为什么 它都没有什么装饰 就是这样 刨光而已 每人看法就不同 那个你说 你说很好跟很坏 那个就是我们的 主观的看法 那你假如直取 那就是这边讲的 本来就在沉浸 它法尔就没有所谓的美丑 它是和我们执着于美丑 那就产生虚妄的妄见 所以这种美丑 它的本来 这个所谓的 这样的见解是本无的 所谓外乘本无 这样子 我们再把这个 看一下 再简单再解释 再看来 我们再往下看 实唯有适者 这边我们把这一段解 这行解释 实唯有适者 这边就刚才讲 唯有适者 这个刚才讲 唯则尽有 事简心空 那这边之主就讲到 言唯则 言唯则遮于外境 这个遮的意思就是 一般我们防目中 就认为外境是实有 那遮是什么 这只说 这个外境 是不可 不像我们防目讲 那么真实可得 所以外境的本性 是不可得 所以这边有 有一点是 遮境 遮境就是 显示这个空意 空意 那这个什么 言试则表于内心 言试 这个试 试解心空 那有人都认为说 这个心试 那既然是空 那是不是这个心试 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空空洞洞 不是 试它还是有 它有一种所谓的 一种作用 妙用的 所以 这个心试 你假如 迷 心试创造出来 就是属于 六凡法界 那你假如 这个心 渐渐训习 正思维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所谓的 一言分别 多训习 这个 为世的 大乘的政见 慢慢 你这样的 不断的 遇进风源 你正思维 去扭转 去转变我们的观念 转我们这件事 那慢慢的 我们就可以 明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成就 这个 所谓的菩萨的 世圣的 法界的境界 所以这个 实为有事 这一支组 这边解释也比较清楚 更清楚 言为者 遮于外境 言试者 表明内心 我们内心是有 它的一个作用存在的 那简言词 就是我们讲的 为世两个字的定义 这个 为这尽有 是简清空 这是在这个 这个 陈为世论 那个 葵姬大师 有特别 对这两个字 做的解释 好 我们先到这边 先下课休息 这个为世的道理 为世是一门 假设她研究起来 为世是一个 对 很广的 这边 宣组 就很简单的解释 那这个有机会 这个为世还是大家 去学习 怎么样 隔壁就在学为世的是吧 但是为世有一个 假如要学是过程中 你们要掌握到那个肛瘾 不然一下子兴趣 你会迷掉 哇 怎么这么多名相 到底在讲些什么 刚开始 有一点心意要 对 对对 那个很多名相 但是 成为世论还是 成为世论 就比较完整的 亏计大师就把 因为亏计大师在 跟那个什么 玄奈大师翻译完以后 他 他就把他做这个成为世论 那把所谓的 为世家的 各家把它揉合在一起 当时应该是说 这个道宣律主 他对这个 涅槃法华 还有为世方面 尤其在隋堂的时候 这个经典都 那个 为世部分在那个 真帝山上之前 就陆续有翻回了汉地 所以当时这边 有关为世就很多了 那因为玄奏大师 最后为什么又要到西天 因为就是因为为世部分 有两家说法 一直没办法融合 都有经典依据 所以他才回去 他才特别到西天去求证 他是就是年轻的时候 因为当时这个水草之前 魏晶南北草就有翻译了 所以当时 那个为世在汉地 就有两家说法 对那个所谓的 最究竟的那个礼 怎么会有两个 不可能 佛法道理就 以最后那个什么 没办法 没办法找 因为都有经典议序 最后那个玄奏大师 因为这个问题 特别在回到西天 偷渡出去 偷渡出去 不然那个唐太宗 不准他们出去 不准他出去 他是偷渡出去 然后为了法 他偷渡出去的 是这样子 对最后回来 他在所以再去学 所谓的那个什么 于且师弟论 那个戒贤论师 马上学回来整个翻译 他说回来以后 汉地就这个为世 就有正确的说法 其实他讲的都是同一个 只是名项翻译上不同 其他的部分 为世还有讲到第九试 有没有 那个什么 阿摩罗 阿摩罗斯 他还在讲到一个这个 其实他就是在 一直在诠释 为世讲的 我们或者讲的中道 他有缘起的这一部分 那还有所谓的 他的空意的这一部分 信控的这一部分 其实讲的 其实这个正确的 我们观察一切 一切法 上根构人在缘起当中 他有办法看出这个道理 只是后面的法副众生不懂 所以祖师大德在不断的用不同的语言 来圣言那里的家里说明 你就南山山关 那其他的天台也有天台的 他的一些修官法 为世 实际上南山山关 那为世有五重关 修为世有五重关 详细那个官法怎么修 那但是在这个什么 知楚这边 其实你要 虽然那个道理深 但是用上面 怎么用 我们用的上 就是这个你 知楚这边讲到了 可能还 宣祖讲到还很略 那我们之前有印给同学的一个 那个什么 修为世关的 那个 战查三叶报经里面 那个 那个修为世关 那个就 字意义就很浅 可以用在我们生活上 你可以就 寻的那来修这个关 那像详细的 为世的五重关 师父也没有学到那边 我们只知道为世修关 我觉得可以拿来用 我们生活上用的道德 那为世他们在 判那个修 修关的方式 他也有他严谨 每一个祖师在写的 都有他严谨的 修的这种官法的一个赤地 天台也有天台的 那可能贤手中 也有贤手中的 都有不同 其实他最后会归道理都是一样 是这样 他的礼一定是什么 缘起信空 这个礼一定是不变的 只是修关的善巧 每个祖师大德他在叛教的时候 这个都是因为叛教的关系 祖师特的来 他要抓出重点 然后重点提纲切点 不然三藏十二部那么多 你怎么去看 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提纲的要点 提纲的要点 虽然有时候会不容易 不容易懂 因为这个真的就几个字 这个你看 这个外城本无 实我有事 就这么简单的八个字 也几乎是为师的一个核心 那只要上可以上好几堂 这个数百堂的为师的课 以及我们在学院上为师的课 从白法 白法明门论 然后再来是这个什么 八四规矩宋 八四规矩宋 然后再来是社大称论 主义的这样慢慢上来 那最终讲的就是 于且师弟论 好 那我们准备上课 这个为师 以前我们在学的时候 为师我也觉得 哇 这为师要 第一个要掌握到 他的一个大架构 那你再去 这个大架构以后 然后再来是什么 去看他为什么这么多名像 尤其白法你看 在于且师弟有六百多个心所 那是这个什么 这个我们这个天经菩萨 柔耳成白法 让我们可以一下子 看亮我们这一天心的相貌 是大概是怎么样 生命 但是他也提高见 尤其白法你去看 他在讲白法之前 他前面的一个开宗明就讲 一切法 所谓的什么 人无我 法无我 他就是讲 所以这个宗就立出来了 很根本 这是佛法的一个核心根本 不叫三法印 三法印叫做诸法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诸行无常 涅槃其境 他是这样子来印证 这个法是否合乎这个道理 那有人说 这个法有他真实性格的 那铁定不是 不是真理 因为涅槃其境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这个讲到都是什么 这个所谓行的 诸行 我们过这个行就实心所 无常我们的心 这内心也不断的什么 会一直变 那诸法无我 一个法我们认为 法特上是有 本性是可 反复都认为它有一个实体可得 事实上我们去推敲 透过维世 信空 相空 还有维世去推敲 是找不到实体的法 可得 它的真实性格的 认为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什么东西生出来 没有 这个生性是不可得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什么 在其他的中论有讲到无生的道理 无生理他在形容 都在形容这个 中到第一地 这样子 在破除众生错误的这个什么 错误的 谬见的这种直取 这样子 对 巴克斯坤有是玄传大师在做的 因为他 他透过前五试 第六试 第七 还有第八 但是他都 能 这么多你把它融缩出来 那都是不简单 他都讲到纲要 重点 讲到共点 所以你只能把纲要重点 那你再去读 再去广读 深入这个 于解释的论 我不管于解释 于解释论有一位老法师说 他就是一个什么 修行的百科全书 修行的百科全书 所以他 他有从 我们知道那个广论 广论 他的根本 他的一个 也是从于解释论 演变出来的 他也是参考 最后那个什么 那这写的人是谁 蜜 那个 蜜的日八 中科八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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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出来 中科八大师 他把他做的 他也是透过学习以后 然后他把纲 把当中的重点讲出来 所以安排了什么 夏阿师到 宗师到 还有上师到 整个 对啊一百 一百卷吧 一百卷 一百卷 厚厚的一本 我上次以前我自己出去 我也没把 我们你们可以先 我们先可以什么 浏览过了 就是读过 就是把他读过 然后再来 再来 近代只有 那个谁啊 那个韩什么 韩清静是吧 近代的民国的一个学者 也就关威士 他把他整理出来 就安上这科脉络了 不然之前没有 因为你看 这么大本在唐朝 你看 玄壮大师翻译完没多久 到唐武宗的时候也有几年间 然后最后 对对 这种维世的东西很细的东西 你没有这些什么教材 没有师长教授 就容易断掉 不像念佛这么简单 就一句佛号还有禅宗 所以为什么 法难以后 这个净土跟禅宗 他的法门是比较圣的 反而这种 所谓的教理的部分 就是什么 比较少数的 这个什么 这个学佛者会去涉猎 为什么 因为这个都要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时间 恐怕都还进不了这样的境界 还是没有 当然在进入 遇邪失恋之前 当然要有引导 但是先前 你假如要先从 了解为事 可以从白法 还有讲巴士规矩送 这些 这些的 出的 乃至 乃至在 还有一个是成为师论 规计大师的 那这些先稍微弄懂 然后你再去读 那那个遇邪失恋可以先 先就是读 多读 因为不可能看一遍就懂 那因为他太大部 一看下去就会灰起 你知道吗 每天你可能看个一卷 那可是看到第三卷的时候 前面都忘了 是这样子 他因为讲的比较细 所以在看的时候 你要知道他这几章来讲什么 讲什么重点 就是提纲切领 那个伊林你要找到 纲林要找到 那你才不会读到最后 看到哪边都灰掉了 所以这个都不容易 所以像学习这些都不容易 那主要说可以用 我们之前提供给大家 那个 用能用的就是那个 就是维心事关 我觉得那个常常读 那个道理比较 比较好像是我们可以 日常浓缩一个日常生活的一种 一种语言 我们比较容易去在应用的上 这方面都比较学理的部分 他不断的去探照 诗变 或者论变这个道理 生命的本来面目的道理 他会花比较多章节 那那个什么 那个我们讲的 那个 三杂商业报经里面 那个下卷的 那个维心事关 还有真如关 那个章节 你就可以拿来 不断的去思维 拿来用 拿来用 这样子 就像说我们修相控关 金刚经的那个什么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意如电影 做如事关 这个继绣 你就可以不断的反复去思维 那欲进风云 你就可以拿来用 遇到境界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很 心很平静 很平衡的去看待这个境界 不再 不再有很多的这个什么 情绪 还有谭真诗 跟这个境界相呼应 是这样子 那你有这样的情况 有这样的一种决心 这样的一种作用 修行的这种功能显现的时候 那代表我们已经在什么 在祈求这个启动这个决心 这样子 那这样维持观点也是如此 所以有时候 虽然我们有点出现 叫我们放下 你要放下啦 可是当然 真的很多境界 促脑到我们的时候 真的我们还是放不下 那个烦恼还是会先起 对吧 跟理乐 不是 所以这个有点距离 但是还是有功能 就像说我们 师父就举自己的力 我们平常也对到 佛法到底有思维 可是有时候我们正念没有保持的 所以不用开车 开车突然间 后面的就巴你巴一下 那你为什么 会吓一跳 对吧 吓一跳以后 你马上 开始会有名言想 破口而出 有没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想破口而出 那有时候说 这个人怎么这样子 那只要再通俗一点 就是叉叉叉就出来了 就过去的习气 对他那个巴来 所以难怪新闻会这么多巴一声 为什么冷停下来 就很生气要拿棒子K人家 或是下来理论 现代人很多这样 所以他那个情绪控管 就有点问题 现在不知道是大家比较忙还是什么 但是我们也会 别人巴我们会吓一跳 吓一跳的时候 那内心 那有时候巴一样 我们吓一跳的时候 我们内心的 我们去观察这个社运 这个受孕 受孕的部分 这个肾上确认就分泌出来 我们身体就有点 有点什么 不是 身体就有变不舒服 身体那时候的状态 不然大家可以去察觉 本来我们开车很舒服 突然那边巴一下 踹一跳 那个整个我们身体的 这个化学变化 开始就跑很快 对对你们去观察一下 那那种不舒服感 很多年代的我们就想 想什么 跟人家争辩 乃至什么 即使不能争辩 我们也会口出什么 口出不好的 会骂 会骂 这个人 对对对对 类似这样子 真的是如此 那这时候我们去修这个 我们假如不是当事人 我不是驾驶 我在旁边的人 那我听到这个驾驶说 踹一跳的时候 那驾驶他可能会骂 骂的时候 我是第三者 我可能会跟他讲说 你放下放下 我们第三者还会比较 不会影响 可是我们是假如是当事者的时候 那个不同 对号入座的时候 那个情绪反应就有了 这个就是拿来用的时候 不管你修维射观 像星空观 或者你思作一段法 或者你转念念佛 这些都可以一个三角方案 让你先平静下来 因为先平静下来 你观察从刚才平静的状态 在一个源起喇叭 扒一声 然后你吓一跳 然后在后面过程发生的 这个 所有的这个五蕴的变化 我们或者说这个内心的 这个 这个受蕴 还有这个响韵 受想形不断的变化的时候 你下去体会 那你再去体会这个 这个所谓我们讲的 这个源起的部分 或者空意的部分 所以这个所谓的诸法 诸法自信本空的道理 或者烦恼不可 烦恼本空 烦恼无信 或者无声之力 我们可以去体会这个 是这样子 那这些都是源起 源聚则生 所以那些也是 巴了一声这个源起来的时候 然后加上你没有专注在 所以你会听到 这突如其来的时候 你会吓一跳 那吓一跳的时候 那马上这个我就回来了 这个我时就回来 对要入众 马上就开始有情绪反应 其实你去看我们生命现象 真的 我们了解以后 虽然我们会有情绪 但是我们再拿它拉回 我们觉得很好笑 生命 我们假如没有 没有启动我们觉悟的话 没有去好好去掌握 这个什么正念的话 我们就会这样流转下去 假如你生命最后那一刻往生的时候 突然也是突如其来的时候 哇我们那个我回来 那个什么我只回来 那你习惯性的 你假如没去对 习惯性的 你开始批评的时候 称恨心的时候 哇那一念下去 我想我们那一念 灵命中那一念 假如是称恨心 正念美了 这样就很糟糕了 那可能创造出来 可能就是未来是投胜利潜 这是不可乐的果报 是这样子 所以平常的这种锻炼是需要的 这样子 虽然不容易 但是试着把我们学到的部分 把它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 不用太多 就是你容易懂的那几句什么法译 你拿来用 所以这个最后 大家也会讲到 不管哪一个信空向空为是 只要你能用得上 哪一个都好 不一定说 师傅那为是观最高 我一定要修为是观 向空信空不要 不不不要这样 你有信空跟向空的基础 你在修为是观 你会更什么 更完整 就有点像一个小学中学大学 这样一个层次 好那我们再回到课本 我们刚才上一堂讲到24页 这个叛位 叛位 刚才讲实为有事 言为者 遮于外境 那言是则表于内心 到这边 那我们直接看叛位 叛位就是叛 叛这个社的这个阶位当中 有三小段 那上二句是张胜 张显这个为是 修为是观的这种书胜 那这边说 对钱出钱 对钱钱是哪两个 前面就前面的两官 信跟向空观 比较粗浅 那故 这边用所谓的什么 圣庙来形容 为是观是比较圣庙 所以为庙这两个是来形容 这个所谓的为是观是比较殊胜的 是这个意思 对了前面向空跟信空 为是观是比较圆满的 圆满的这种观法 这样子 所以有这样子 但是不要认为说 出钱 师父我要修为庙的 生庙的 出钱不要 不是的 这是在做比较这样子 那前面的这两个 信跟向空观 这个法药 这个药可以用 你用得上都可以的 那可以让我们的烦恼断除 然后慢慢的体会到这个空性 那进而是什么 再去体验我们生命的本来现象 所谓的空有不恶 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这样一个生命现象 生命的本来面目 我们再往下看 次二聚正叛 大菩萨者出地已去 就是出地菩萨已去 以后都是属于大菩萨 所以这个这边讲的 这个出地已去的大菩萨 那当然这个是 假如你要再用天台 他有不同的判法 他会说这个是别教的 为士属于在天台 判是他属于别教的 那再来就是别教 菩萨已去都算 这个修为士官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在向空观跟信空观 在天台就是属于什么 障通别人的障教 那向空观就是障通 障通别人的通教 那这个为士官就属于 为士的部分在天台 智德大师他判在别教 那另外还有一个原教 原教就属于像 像属于嫩言之类的 是嫩言还是什么 天台智德大师他判的最圆满 那个原教的相关的经典 好像是是不是法华 还是什么 法华嫩言这些是不是 因为事物对这个什么 天台也没有很深入 那简单之后 他的一个判法就是如此的 所以这判教师主持大德 安的这个华 选手中的判教又不同 他是什么 使什么中顿员 教使中顿员 小使中顿员 对他安逸的又不同 所以这个有不同的一个判教方式 那没关系 那是主持大德的善巧 但是他都可以会通的 这样子 但是这个大菩萨这个别教 你说这个天台的判了别教 那当然以这个什么 以道宣律主判的这个叫原教宗 他就是圆满的这个 什么教法 所以大菩萨出地已去 那顾下这个隐正 隐正 隐正就是以那个色大秤论来说明 那这边这个知主有在说明 彼以52位 总为四位 52位就是菩萨的这个 阶位 上次我们在别型篇的时候 有说过 我们在这边简单再说一下 为师的四位是哪四位 愿要位 还有什么建道位 修道位 还有救经位 就是四个位 在修为师有这个四位 所谓的 那这个什么 52位的判法就是什么 这个 愿要位的部分就是什么 实柱 实行 实性 实性应该属于外反 那我们讲说实柱实行实回向 或者实性也加来 实性实柱实行实回向 因为假加上实性就不止 因为刚刚讲的这个52位是什么 实柱实行实回向实地 就是实实 那再加52位再加实性 就是52位 那52位 那总为这个什么 四位 那后面这个我们待会会逐次来说到 逐次来说到 好的 那论文 色大主任说到 一切法以 事为向 一切法以事为向 就是说为事 一切法都是以这个什么 这个 在为事里面有讲到 一切法以事为向 一切法都是我们这一念心事的 这个什么 应该讲说 一切法都是我们为事所变现的 一切法都是不离开我们这一念心 这一念心事的 这样子 一切法都是心事的外向 可以这么说 那这个就讲到为事向 一切法是 都是为事的这种向貌 为事阿赖是变现的一个向貌 不管依正报依报都是 那 真如为境 那这个真如为境 这真如就近小字说 近即是体 他就这个讲到 我们一讲 有体 体向用 这个我们这讲 天台有讲到这个体向用 那一切法这一切就是它的向用 一个向 这个法一切法 那法跟法这间有一切关键性都产生的这种作用 那它的本来的面目 它的体 有一个依止的体 就是真如 就像说我们镜子 镜子上的影像 它就是法 那镜子的本身 那个镜子能照的那个功能 那个一个一个 它就是它的体 我们或者说水晶球 水晶球最容易讲 水晶球拿着 那水晶球照放在 你放到这个佛像水 这个水晶球会映照佛像出来 那这个它的本体的水晶球 那个体就是清净不然的 它不会说 这个佛的庄严 那我的镜子就把这个什么 佛的庄严像就copy在里面 就不变了 没有 它今天拿到厕所 又照厕所的境界 拿到哪边就照哪边的境界 它讲了真如就是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不生无灭不够不静 那清净的那个体 这样子 以真如为静 以为是 以切法为这个什么 这个是的这个外相 那这个两个讲究 一个就是讲到一个为是性 性就属于真如 还有一个为是像 就是以切法 还可以这么简单来分别 简单来分别 我们可以在旁边备注 以切法为是的像 就是属于为是像 简单用三个字为是像 那真如为静就是为是性 讲到那个性 性像不二 性像融通 这个性像 性像它是一体 是在解释过程当中 它会来把它拆分来看 但是一个生命的现象 这两者是不可以拆开 它是整体的 它是整体的 一体的 是这样子 在真如的体型 在为是性的这个 这样一个行为 它在什么 它有这个性 才有一些 为是像的一切的变化 这样子 好了 那依此境界 随心信要 入信要位 或者愿要位 愿要位 那这个 这边讲到的 这个小字的部分 我们先看小字的部分 此搜这个什么 加行 那还有什么 实性 实柱 实行 实为像 是实位 所以这个加行的部分 就不算 那就是实性 实柱 实行实为像 就是实位 实位 那这个是愿要位的部分 四加行 软顶 软顶等 是第一 这个一般我们的 四加行是这个 可是这边 它把加行放在最前面 因为软顶冷室第一 好像是 这个什么 准备像 阿罗汉 这个什么 申文秤的 他们准备进入 这个出国的时候 他也会经过这个过程 软顶冷室第一 那这个加行 是不是指的这个 我再查一下 看一下 是 那另一个岛 这边讲的就是 知良 加行位 属于是知良 对 知良 一知良位 见到位 这样子 所以这个 知良 那实性 一般我们讲 那个实性 实性是属于 外帆位 那实柱实行 实回向 是内帆位 所谓的三弦 三弦位 内帆 三弦就是实柱 那所以一般外帆 就属于我们 凡夫众生 我们这些凡夫众生 实性是属于 我们凡夫众生 外帆 这个心外还是 有法的这种凡夫 那内帆就是什么 他对这个什么 心外伏法 那对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远起信空 空意的这样 他已经有一点人格 叫内帆位 这个凡夫在起修 我说实柱实行 实卫向 那再来实地 实地 然后再什么 等绝妙绝 加起来就是 52个阶位 那我们看 再往下看 这个是新要位的部分 愿要位 新要位的部分 那假如在什么 如理通达以后 得入建道位 建道位就是 我们讲实地的 这个出位 出地 出地 所谓的欢喜地 这见到 建道位的第一个 第一位 我们再往 他这个如理通达 他对什么 如理就对 真如理 生命的本来的面 面 生命的本来的一个面貌 本来的一个 本来的一个面貌 或者这个什么 所谓的本来面貌 他能什么 如理通达 他能了解 并且通达 通达 那来自什么 应该是有气阵 气阵 人可这个气阵 那一般我们讲到 建道 建道一般像 这个什么 外 一般那个什么 一般我们讲到 出国的时候 他是把 所谓的后天的 这个什么 所谓的建货 部分 都什么 断除 断除 也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假如用辟语 这个 我们用 比如说 我们常常用标语词 这样的一个 道理 来说 用这个辟语来说 那 这个 德路建道位 这时候已经 建了气路 真如理 那就好像 他已经看到月亮 看到月亮 那 之前的 这个所谓的 信药位的部分 就是有点是什么 这个在修行的众生 他是看 他看的我们这个标月子 譬如说 一个过来人 他指头 月亮在那边 所以前面的 这个 月药位的部分 就是众生 他看到这个指头 过来人 他指的这个指头 这样子指 那到这个什么 见到位的时候 他寻了这指头 去看到 月亮的位置 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个 如理通达 德路 建位 就 他已经 寻了这个标月子 已经看到月亮了 那再来 能对治一切杖 德路修位 那这是讲的 小字的部分 二帝到七帝 那这个什么 这个能对治 能对治一切杖 就是说 我们见到位的时候 是把我们的 所谓的分别的 这个我法二指 使令他不现行 让这些种子 已经破除掉了 所谓的见祸的部分 那这个分别的我法 是不现行 那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巨生的 巨生的我法二指 登帝以后 已经把这个什么 现行的这些什么 分别的我法二指 都拿掉了 断除掉了 那这时候 后天的 这所谓的 本巨的这种 巨生的我法二指 那这透过什么 从开始 所谓的能对治一切杖 就是从二帝到七帝 就是慢慢把巨生的 我法二指 那些慢慢的什么 一地地的 把它慢慢的破除掉 破除掉 他这时候进了 从二帝到七帝 这是修到位 修到位的情况 就是能对治一切杖 所谓对治的是什么 巨生的这个我法二指 巨生的我法二指 我们可以这么说 对治这些巨生的 那因为见到位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后天的 分别我法二指 破除掉了 才能入这个见到位 那这个从二帝到初帝 就有点假 我们刚才讲 同样那个批语 等于是什么 他从这个初一 渐渐看到这个什么 可能十四 或者初十 初十初十一 我们可以这么讲 慢慢的看到月亮的 那个光明的部分 越来越多 这样子 那这个黑暗的部分 黑影的部分 越来越少 那再来 出离 战垢 得入旧境位 就八帝到佛地 我们讲到佛地 讲到说 那个批语佛地 就是十五最圆满的 最圆满的那个什么 月亮 十五的月亮 那或者八帝到九帝 可能就是十三十四 这样子 那出离战垢 那这个出离战垢 就是什么 佛果就见而这个什么 最后的这个巨生我法二子 嗯 嗯 嗯 到八帝以后了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讲在 二帝到七帝 他这个什么 把断这些什么 断这一些杖 那他断的是什么 就是 这个 巨生的我直 现行 他慢慢把它断除掉 那这个什么 八帝以后 八帝 八帝以后 现在渐渐的把这个什么 这个 出离战垢 指的是八帝 以后的 渐渐的把这个 我直 现行的 完全断除下 只剩下法子 只剩下法子 把这个巨生的 我直的部分 那前面从二帝到初帝 他是把这个什么 一切这样的 所谓的 我直的部分 现行的部分 慢慢降伏 那这个什么 到八帝以后 能把这个 这个 我直 现行的 完全的断除 这样子 剩下法子 到八帝 那这个 那 他出离战垢 这个就是属于八帝 讲的 断除 现行的 我直 巨生的 我直 那再来 这个什么 德路 旧经位 旧经位 就是什么 这个 佛帝 佛帝 那他这把 渐渐的把这个 巨生的 这个法子 从八帝 到 到八帝的时候 已经断除的 这个 现行的 我直 都断除掉了 那从八帝到这个什么 佛帝 就是旧经位 他就断除 渐渐的开始将 剩下的 巨生的 这个法子 慢慢再断除掉 这样子 他这边 指的是这个意思 那刚才讲 批语到佛帝 就只见到 我们这个月亮的 圆满的 最亮的 那个 15日的月亮 那我们再往后看 那这个 初位所修 明引向为是 初位 初位指的哪一个 四位当中的第一个 所谓的 信要位 就是愿要位 实信实助 实行实为 像这四十 结位的 就是修引向为是 那什么是引向为是呢 就是内心夹带的 真乳的这种空向 所谓的带向观空 那观空的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是什么 有点是什么 他还没见到真乳 但是他去寻的这个经 这个经典的这个 远文之圣燕亮 那夹带的这种 真乳的这种空向 所谓的带向观空 这样子来什么 来修行的 我们前面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外帆跟内帆位的 这样的一个行者 所谓的信要位的 这个帆夫 是这样子 所以帆夫位是修 这个影向为是的 所谓的带向观空 带向观空 那譬如就是带向观空 就是什么 就是过来 过来跟你讲 说的这个什么 为是的这个道理 为是观的道理 那你寻的这个 语言文字来开始什么 思维 开始修观 这样子 就好比说这个什么 一个过来 你要问 月亮在哪边 那这个过来 月亮在那边 那你看着他手指的部分 这个手指的部分 就是带向观空 我们可以用这样来批语 那后三位所修 就是见到位 修到位跟就近位 明真为是 这个是真为是的 这种为是观 所以我们这样来说 就是说 出地以后的见到位 到就近位 就是什么 真的是修为是观 真的修是修为是观的 他就亲见真如理 那内心能什么 对这个所谓的 无神法忍 对这个法能认可 对万法为是的 这个道理能认可 认可下来 那他不断的在什么 不断的在他这个 从出地开始 不断的去 一样的不断的在修 断除一切障 不断的对这个法 去认可他 不断的去什么 去修正 然后去断除 渐渐的这个 最后的这个什么 乃至最后的 修正的这个法子 都断除了 这叫佛果 就近位 所以这个出地以上 就是真无修为是 那所以我们凡夫会的 菩萨 都是属于影像为是 这个简单 知主有做这样的一个分判 所以我们现在的 这个凡夫 我们学为是 我们都属于什么 影像为是 所谓的代相观空 这样的一个道理 这样子 那这个小字的部分 有人将前小菩萨 对家行者 不知观恨不同 这个 这个是有人啦 有人指的是什么 这个 待后面会讲到 后面会讲到 他是一个 天台中的九主啦 我们看 我看这后面 他这都指的后面那一段 问的问题 这小字的部分 就是有人将小菩萨 前小菩萨 对家行为 不知观恨不同 有人 这么说啦 有人以前面的这个小菩萨 再来配对这个地方的家行为 家行为 前面的 前面的相空观 那这边是维世观 他们所观的道理是不同的 他们观的道理 他们就是他们的 所依止的圣灵量的观察方式 是不同 不同 他的这个观察的智慧是不同的 维世观是比较圆满 比较深的 那相空观 他是一个波勒 波勒经典里面的一种观察 相空观 所以这边两个是不同的 他的道理 主要他的所修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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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桥方面不同 扇桥方面不同 那这个 前面的相空观是见到空地里 空地里 那这边呢 是见到这个什么 所谓的 维世信跟维世相 所谓的 所谓的 所谓的真如理 跟还有不空的这种妙共 就是中道的这个地地 这样的一个差别 他因为依止的道理 所以 上面所观察 所成就的 这个 看到的这个 部分 这个相空观 他偏重于在 空 见到空性 那这个什么 维世观 是能 能观察到这个什么 真如理跟这个 维世相的一切法的 这个缘起的作用 他都能 他也能 认可到 他也能观察到 所以有不同 在这边是要说明这个意思 那后面就用一个问 来特别来标明出来 标明是说 这个 修这个维世观会不会太高 这边讲到佛 这个我们翻到下一页 我这直接念 我直接边读边消失 这边一个问 有人五云 维世观 南山叛位太高 又云 身位无罪 其须畅悔 其意云合 这个知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问答 那这里有人云 这个有人云指的是这个 应该是金西大师 金西大师在唐朝 唐朝的时候 对天台是在唐初 随唐 唐初的时候 那这个什么 九祖 天台九祖的这个祖师 金西大师 他有做这样的一个看法 说这个宣祖这样的南山叛官 他这个其中的维世观 判的位太高 位阶太高 那你说说这个犯了重罪 犯了戒 那修维世观还破障 这样子 他说这个判位会不会太高 那他们这边说到 又云 这个身位无罪 那假说你 你用这样的判法 会有用这个犯罪 犯了戒 要修维世观 那这个是不是有一个缺点 什么样的缺点 因为你要修这个什么 维世观成就的 都是一个登地的菩萨 身位的菩萨 他本来就是什么 就是生之这个 这个什么 罪性不可得 罪性本空 而且他也是什么 这个 接位的菩萨 登地的菩萨 他次第的时候 无间断 二六十六都精进在修行 不会有犯戒的情况 那怎么需要忏悔 其需要忏悔 身位无罪子的就是出地以上了 他不会再犯戒 那怎么还需要忏悔 那其意云合 这个有做这样子情况 那达 知主就做一个达 论云自云 论云自云 那为事通事为 哪则南山叛业 这个论就是社大称论 当然 大宣律主都 他在做这个判的时候 他也是由引论来加以说明 来证明 不是他自己特别随便说的 我自己随便说 不可以 他是有论论来引证 所以古时候这些 主事大者要写住宿的 他还是要引经据典了 跟现在修这个博士 博士都也要有这个什么 他的引经据典也都要有什么 有证明有出处 所以唯士通侍卫 我们看讲侍卫 修唯士官当中 他是从凡夫帝到凡夫帝的信要卫 一直到究竟成佛的这个什么 究竟卫都是什么 修唯士官 那哪则南山叛业 怎么你说那这样子的话 那金西大志你这样 责备南山 南山那个什么 道行律主那是有点 有点过头 因为路纹有这么说到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个此盖特举身位 以章礼庙 他因为什么 道行律主那他举出这个身位 特别要彰显这个 修唯士官的这个什么 他的一个圆满之处 他的道理特别的圆隆究竟 那当之战法 正位下凡 那这个我们这个是在讲战尾边 犯了戒以后 我们透过犯戒有这个犯戒罪 还有这个叶道罪等等这样的一个罪性 那凡夫生假没有透过修官 他认为这个罪性是真实不变 他会内心会常常的不安 他透过修这个忏法的时候 他了解 透过修唯士官 知道这个一切法都不离开我们这点心 假如我们开始正思维了 那这一切的生命缘起也开始什么 朝得这个什么 卸脱的方向去 那这个法 他的本性就不可得了 那这个当之忏法正位下福 那就是说是 忏违法正位了我们这个什么 业障我们的这个起修的凡夫的众生 他为我们而设的 那这个登地一样菩萨 他都已经次第而修行 他不会再犯戒的 那是我们的凡夫众生才会犯戒 都透过我们修这个忏法 来什么 来破这个罪业 我们凡夫中认为的这个罪性 使有了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 顾下 顾下就是 就是 劝令 顾下就劝令 就是前面这个 顾下劝令 我看一下这个 不是这个 这个是问的 所以 才能 要劝令我们这个什么 我们这个 一般这个 凡夫众生来起修 那这时候我们凡夫众生 任志强弱 随事官员 其令这个果佛 而毁罪焉 就是说我们修维事官 刚刚讲引了这个什么 引那个 摄大成论里面 摄大成论里面讲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四位 从凡夫位就可以修这个维事官 那 我们 我们身上什么 街位的这个凡夫众生 我们能修的就是 代相关空 代相关空 这样的来起修 就所谓的这个 修这个影像为事 影像为事 那这个出地以上才是 真修为事 为事官 那我们这个是什么 凡夫还是代相关空 但是这个什么 可以从我们 凡夫地就开始这样练习 一直到什么 乃至破除这个 分别 分别我法二子而正入什么 出地 所以这个凡夫是可以起修的 认知强弱 看我们的 随着我们的这个 智慧的跟 这个什么 生前 来修 随是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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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随着我们犯界的誓言 那你透过修官来观照 来观照这个境界 乃至观照这个罪性 是不可得的 起令果佛而悔罪业 哪里有使这个什么 使令得这个佛果的佛陀 来畅为罪业的情形 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是知足的一个解释 那我后面还有一行 前修帅尔不无小痴 瑕疵的痴 这是前修就是前修指的这个有人 指的有人就是这个金熙大师 这个金熙大师他提的问题 认为这个修韦斯官 我们道宣律主把他判得太高了 判得 所以前修指的是他 他帅尔 他是帅尔的意思是说 没有注意 没有多考虑 可能就简单看到这个文 直接他就讲了 讲出这样一句话 不无小痴 难免 有点小小的瑕疵 那后境狂解 后境狂解 后境的学者 学者的学养 比起金熙大师就差了一点 这代表说后 这些什么 金熙大师是唐朝的人 一直到北宋年间 那这个什么 修行者的这个学养 渐渐都不够了 而且是什么 比较会有这种狂妄 交慢这种情况 那这个简就是简 简就是简指的是什么 交慢 狂简就是属于狂妄交慢的解释 后境学者就有这样的情况 那变身毁谤 那将自己的这个所学的法门举高 进而什么 来轻视毁谤这个维斯官 那指的是什么 好像指的就是这个 可能天台中的后学 金熙大师以后的这个 天台中的后学者 他学习以后 他就当然比金熙大 所以这个金熙大师 不是他这样判 他是 这个也算是林志律师 他在解释 他也很 祖师也很厚道 他可能说 可能是祖师大德 这个金熙大师 唐导金熙大师 他说得比较快 说得比较快 他没有好好的考虑一下 就说得比较快 难免有点瑕疵 但是后境的这些 这个天台的学者 就依着金熙大师这段话 变身轻棒 轻棒 轻棒什么 南山道先律主 道先律主 这个意思 那既言有事 祥而胜之 祥而胜之 那现在就寄托这样的语言 给有知识的 好好来什么 详细的来分别这个维师官 因为在维师官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什么 一个法门 这样子 这个是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劝勉 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问答就是 特别说 特别举事说 维师官不是身为菩萨修的 是说明我们凡夫的这个 起修的法心菩萨就可以修了 修影像为世 所谓戴上观空 这个都是有经论的一句 在色差众论 有它的根距离 所以我们后学在 有时候我们在对 这个什么 祖师大德的论解 假如没有详细的 我们不要很武断的去做一些结论 这要特别留意 特别留意 特别留意 好这边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往下看 第三节 第25页第三节 就是节识啦 节识圈修 然后 这个世少云 我们简单的我们念一下 以此三里任志强弱 谁是官员无罪不前 这个容易懂 就是以上所说的这种三个 这个维世观 从应该是说 性观观 相观观还有维世观 这三个这个什么 这个能观的智慧的这个道理 能观的智慧的道理 那我们拿来用 怎么用呢 随着我们六根促进的时候 每日常生活当中六根促进 那我们今天讲 岁尾边就是犯戒的世缘 来观照他 来观照他 那只要遇到要犯戒的这个缘 那我们就修为世观 或者修这个什么 性空观 相空观 对 那观察说 譬如说我们要 这个喜欢喝酒 习惯 那我们就去观察这个 那个我们喜欢的那个感觉 那个受孕 你去找 去找他的本来 真的是有那个感觉很好吗 可是没有 喝了烂醉的时候 感觉就不好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喝酒当下可能 因为说一般 一般我们的旁目认为 会觉得东西好 不好的 就是那个受孕 我们过去的记忆 过去的那个什么 习气 没有真实 我们就是单纯 你喝酒的人 认为很好 可是量 刚喝的时候 感觉那种很美好 可是喝过头就烂醉 你再就猛吐了 那感觉不好 所以那个都是 我们过去的影像 不是真的这个酒 带给你快乐 不是的 是我们自己的 那个过去的 习 那个什么 习惯的那个受孕 会抓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看到美好的事物 或看到讨厌的人 也是如此 不是这个人 让你感觉很美好 这个 冷干你很讨厌 是我们过去看到这个 这个成瘾的时候 结合我们过去的 无量解来的这个什么 喜蓝 那我们 我们看到这一类的众生 我们就会联想到这些 或者是往好联想的 跟你有缘 你会联想到好的部分 你就产生什么 好的感觉 那你不好的 你就会排斥 这样子 那种感觉 其实是我们去抓的 那种受孕的感觉 来加以分别 那谁是官员 那无罪不浅 无罪不浅 那代表我们透过这样的去观察 所谓性相 还有为师去观察 那看到生命的本来的面目 还有一个什么 罪性不可得 都是什么 因缘所 因缘惠玉所显现的 那它的本性就是什么 本质 我们一些生命的本来现象就是什么 清净 清净的 无然的 那这样子 代表是如此 所以我们暂时这个罪性 是暂时的因缘的一个显现而已 那我们如理作义 不要米 如理作义 那这个罪也就能遣除掉了 这样子 后面还有没有 后面还有 我们把这个讲完 讲完再下 第26页 只此事与 这个距离深浅 游记强弱 先下课 我们下一节再说 好 我们打开课讲义 唱尾片的这个讲义 26页 最后一页 知识世语 这边直接消失了 我们讲完这个南三三观 最后这个施主在这边说一句 这个 礼句深浅 游记强弱 当良几分 随力修之 这个说明就是说 我们在修化教 化教的忏法当中的这个礼忏 在礼忏 或者在你来拜四忏当中 你兼夹带的修这个礼忏 修这个礼忏 修这个礼观 无声忏 那你也知道这个三观 性向为师 那他讲的都在显发这个无声的道理 无声无助 这样子的道理 那或者深或者浅 深的部分就是为师观 浅的部分就是性向 性光观 相空观 那当良几分 这时候 这个道理你有懂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 三角的一个 一个 智慧观察 你都什么 能观之知你都懂 那有机量 就依照我们自己的根基 你对这三个观 这三个观法 哪一个比较 能弃路 你比较 应该是说 比较容易弃路 比较容易理解的 能思维的 思维这个道理 能容易融通的 你哪一个比较熟 那你就什么 当良几分 就衡量自己的身份 随力就把这个观法 因为我觉得 这个相空观的道理 我特别熟年我就拿起来用 在修的过程当中 那不要说一定是修 圆教宗的 这个圆思的 就比较高 但是我们的根基还不够 或者这圆思的道理不融通 你硬的来修 那这样子 这个就是说 不容易相应 那虽然有时候我们 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这三观我们都可以修 那假如说 比较不熟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试 常常的在什么 没正常 没正常在修观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不断的去什么 透过听 听经文法 然后去了解这个 这个观法里面的这个 这个意理 那这样子 平常 私底下都不断串洗 那你在私底下 在起修的时候 你就能比较熟年 那其他的不熟的部分 比如说维世观我不熟 我可以 也可以依着 比如说哪一些经文是比较容易理解 我不断的什么 用读的也可以 读熟的 读所谓的读 读百遍千遍万遍 所以久而久之 你对这个法 对这个经文 论文 你就能什么 在日常上 或许你有一些体会 就能用得上 所以这个 都会当良几分 随力修之 所以这个 佛法讲熏习 就是如此 有一些法 我们不熟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熏习太熟 那只要我们 不放弃练习 不断的串洗 练习它 熏习它 久而久之 这个法 我们也能熟年 那随力就可以什么 任运的来 来什么 来对峙 来对峙 我们这个什么 烦恼 或者罪业 所以随力修之 那蓝末世 蓝末世情婚 显逢利器 那林治律师这么说 这个末法时代 然而这个末法时代 这个凡夫有情的 这个什么内心 这个情婚 这个情 就内心的这个 我们讲说 智慧 智慧 这个明 或者明了 我们讲智慧 那个心事 心事比较昏昧 他虽然事件的道理他很容易懂 可是对佛法这个事件真相 他就什么 就昏昧 比较不融通 比较一概不知 那很少遇到有利根的这个法器 利根法器就是这个像 六祖慧能大师这种 特别 更特别利的 听到这个 听到金刚经的这个 这个经文 因 这个什么 因而所住而生其心 云而相扶轻 云而因住云而相扶轻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这个道理 我们你想拿来用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你这几个字 你所住 因无所住指的是什么意思 你讲用 缘起跟空意 这哪 两个来 分别心 那他 没有分别意表的就是空的意 空性的部分 所以 因无所住 那生其心呢 生其心的 这时候你生起来的心 就不是迷心了 你就是明了 因为你了解道理 以前我们也是什么 以前凡夫还不懂的时候 也是因无所住 但是生的是什么 都是烦恼 对对对 那这时候 我们 我们生命的现象 本来就是因无所住的现象 那可是我们明白到 这个什么 我们 这时候 理解这个 因无所住的道理以后 缘起星空的道理以后 这时候我们生起什么样的心 就是什么 情处明了 欲尽逢远 说我们不再夹杂什么 贪生之道 这个境界跟相应 我慢慢有起烦恼 我慢慢修正 这个这个差别 不能说 因无所住 那一切都空 那我就什么都 善也不做 恶也不做 不能这样子的 那这样你假如恶还照做的 要代表你理还不通 你还没真正了 了达因无所住 是这样 那你要了达因无所住的时候 你会自然的什么 去断恶修善的 是这样子的 不会随顺自己的习气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习气创造的 或者应该是说 因为你也不知道 因为你魅于理 你还没有真正体会到说 道理隆通以后 可以像诸佛 他们透过修正 可以像诸佛不上 这么样的自在 可是你理假没通的话 你说那师父 那我也去去放异 我也是因无所住 对啊 这个每天也 或者是放异 什么功课也随便做 都这样子 那这样子也是 因无所住 那你这种 因无所住的理 你还没有彻底的了解 是这样子 你这个就是自己的 想出来一套 所谓的 什么 秘理 想说什么 我们讲的是什么 专法律漏洞 自己实力是想要放异 那你就假借说 到底今天有这么讲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什么 蓝寺世间的这个 一般的友情众生 这个内心是昏暗的 显逢利器的 没遇到这个更例的 像六指慧能大师 所以说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什么 因无所住讲的 就是空意的部分 那生其心呢 我们 就是你真正明了 信空的时候 那你这个缘起的 你就会自然的这个断乐修缮 是这样子 不能说一切法都空 人也空 什么都空 赢也空 那这样好 那你有 譬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大福报 你银堂里面有一千万 那你 什么都空 什么放下 那你空的话 那你这个钱给我 你空不空 空不了 所以你空不了 你就就是对这因无所住的 有没有道理 就是错解 不是有一些 一个布袋戏歌 人也空 云也空 金也空 一般世间人家认为的空 其实是放下 可是真的放下 你没有对这个什么 佛法这个什么 缘起信空 这段道理理解 是很难空 那空只是口头上说空 或者可以稍微压一下说 不要起烦恼而已 但是事实上 他 他要到所谓的 或者 稍微比较纯属 还可以服烦恼 那自己断烦恼 还非得 什么 你要对这个什么 真的因无所住的 神奇经 这个道理 要能透彻 所谓的像 金刚经里面讲的 偏像 在讲相空观 相空观 这样子 所以呢 显逢利器 就是这个不容易 这个上根基的人不多 尚未堪事行 旷刻意悬门 这个 一般人尚起 不堪刻苦耐劳 这个事行 这个四畅上的 这个四畅上的修行 因为讲 这边讲 这个礼畅跟四畅嘛 那一般的凡夫众生 尚且不堪 刻苦耐劳的 每天 比如说有的人要修四畅 每天要这个二六十中 六个时段 每一步都 一时程都要拜什么 拜一步 拜一步八十八博 或者修一步畅法 每天 假如他在加行的过程当中 这个相当不容易的 很辛苦的事情 这个四畅 一般人 在行持这个四畅当中 都是什么 不容易 什么 堪可去修这个四畅 旷刻意于玄门 何况是这个什么 克制自己的心意 刻意 就克制自己的心意 于玄门 玄门就是指理颤的部分 理颤的部分 所以事行指的是四畅 这个玄门指的是这个 理颤的部分 这个无生之理 修这个无生之理 就是说 遇到贪婪的境界 容易起烦恼的境界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什么 无生之理 把他拿起 真的是遇进风源 你就把他提起来 去观察 没有 一般我们不容易 我们是什么 不克制自己的习气 马上跟境界相应 一般凡夫是如此的 所以就不容易 不容易 只有利根气的人 遇进风源的时候 他会提起正念 克制自己的习气 然后是什么 修官来对治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 蓝末是 潜温 显逢利器 尚未堪事行 这是凡夫众 一般的人 末世的凡夫众生 旷克 你这个一般的 事修的刻骨开脑 做不到 那你怎么有 可以说 要说 遇进风源 马上就起这个理官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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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般我们在练习的过程 乃至这个小学 我记得我们在 小学在学习 我们这老师在教 有没有 每天就是什么 今天教几个字回去就是什么 写 一直写 写好几行 明天老师就检查 都是这样模仿 这样不断的 临摹这样写 那一样 我们这个什么 我们在修这个官法三官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听文学习 那么回去不断的练习 没事的时候 因为小学人没事的 没事的时候回去先做功课 每次就是照抄 好像很枯燥无味 对一般会的人 会觉得很枯燥 可是小孩子就是 我的功课就把它做完 他临摹他就有印象越来越深刻 那到时候老师都好 你把 譬如我把说 把昨天练习的字 或者他已经写得很熟 那请他念出来 或者他在黑板写出来 他就因为很熟 他马上就可以念 马上就可以什么 写出来 就是这样子 那相同我们这个什么 一样我们这个 修这些官也是 对这习气也是如此 我们习气烦恼 重的还没来的时候 我们不断的 听文以后我们不断练习 练习 平常在 净凶修 或者你们在家里面 拜佛玩 或者什么 净凶修 可以把这个 或者这些寄送 比较有关 讲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 无声之底的寄送 不断的去拿起来 稍微思维一下 花个一分钟 两分钟 或五分钟思维一下 那思维不透了 然后再问问别人 或者查查经典 那把它汇通 那生活上找得到 相应的这个经验的时候 那到时候 预计逢远你就有办法 什么很任意的 就把它提起来用 这个都是要练习的 我们现在就有点像小学生 佛所讲完以后 我们就不断的临摹 照这样的临摹 临摹熟了以后 郁静峰我们就可以拿起来用 这样子 那不然你看 今天都没有学过汉文了 我要跟你讲这个 我要查一下 这个是什么字 一定是这样子 可是你熟的时候 你就马上一看字 马上就很快的 马上就表达出来 那相同的 我们只要能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 譬如说看到这个字 马上就能表达出来的意思 那这样子 你把这个佛法的义理也是 弄到这么熟的时候 将理官弄到这么 无声治理弄到这么熟的时候 遇尽逢远你 马上就可以提起来用 那你说那个烦恼能 能影响得到你 影响不到 影响不到你 我们也能达到这样子 那你这样子 所谓的今生这个什么 卸托一定是什么 加上这个我们修净土法门 铁定是这个什么 理事这样去修 或者说禅宗不是我们有一个 禅尽双修有一个寄送 飼料节吗 有没有 禅尽双修是不是 卢虎带什么 卢虎有什么 戴脚虎 戴脚虎 对就能 代表说这个虎 你已经修这个 修禅的已经修像虎一样 你的智慧特别猛利 行龙智慧特别猛利 那再加上什么修净土 你又带了这个翅膀 那就是什么 这个到往生其方就决定 你就像那个神龙树菩萨一样 他要走就是直接到往生其方去 龙树霸经典佛陀也有寿祭 他出地 然后最后是什么 往生其方 你想一想出地菩萨怎么去西方 我们可以想一想 那我们反复呢 这个有时候看到龙树菩萨这么自在 出地菩萨 他也愿意去西方籍的世界 那是什么样的境界 我们到时候到西方去再问龙树菩萨 对啊对啊 说龙树菩萨 这个挺有意思 想到这边就觉得很高兴 去极乐世界的时候还可以问问 这个宽世音菩萨啊龙树菩萨啊 这样子很好 你看你能想到这个就不错 所以我们人常常有正思维想到 假如你临重的时候你想到这 龙树菩萨都极乐世界 那时候我们转念赶快念佛啦 或者你圆圆了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提起正念的啦 那三观为言 余之待绝 乌乎 这次在北宋的时候 这个修三观当时就已经很少人修啦 很少人修 因为我们说坦白的 这个唐朝晚唐以后呢 这个战乱嘛 这个唐朝到宋朝过去 还有经过什么 五代十国是不是 那也是淡乱 也是打来打去 拿到北宋 北宋的时候虽然是 他也是把他稍微有 稍微统一啦 但是还是很多打仗 那在打仗过程中 真的佛法很难红传 你修道者的相关的资料 还有学习就不容易啦 不容易啦 你看我们今 这个时空算 目前我说我们生长这个在 来到台湾中华民果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说算是什么 最和平最稳定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各方面都 都是什么超过 超过以前的这个什么 历来历代的整个一个发展 那这个都又有赖于和平啦 和平的时候才有办法让整个什么 相关的这些百姓也安居乐业啦 那这个意识无缺的状况 那进而他就会追求这个心灵上的什么 安定 所以这个都要在这个什么 没有动荡的时代啦 那动荡的时代真的就相当不容易 依了我们这种比较劣根的凡夫众生而言 那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创造极乐世界 也有他的道理 所以三观唯言就是南山三观 到这个北宋的时候呢 也是什么很少人在修啦 宣主就感叹 真的是非常感叹啦 现在也很少人在修离灿啦 那今天我们有 有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 我们也可以什么稍微训修 那我们也随分随力的 对这无声的道理 无声之力也不断去学习 试着真的听悟你以后 试着用慢慢有你有去思维修 思维 这个寄送这个道理 我如何用我的语言来表达 你一定要练习看看 那师父在觉得 你生活有没有办法举一些例子 可以透过这样来表达出来的 那这样常常练习 你才可以把这样的义理更更什么 深刻的深刻更熟你的 铭记在你内心 那欲尽逢远你才容易用得上 用得上 那以上是见四超鸡卷28 那我们基本上这个 唱尾篇就讲到这边啦 那后面有三个小行就是 这个就是做科判的一个结尾啦 上来别名画教二参中 这少两个字第二章 这个肉辣掉了 大家可以补一下第二章 重广里参偏近 那再上来唱尾篇中的第二门 别名画教二参近 上来第三唱尾篇近 这是科判的一个结尾啦 结尾的部分 所以少两个字 第二章的第二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个唱尾篇 大概这边有讲到这个理论 那至于如何唱的这个做法唱 其实我们 你们去找那个什么 这个 我们啊佛罗加军可能也有印吧 这个像孕法师的这个 受巴荒哉戒法 五戒送戒遗鬼 这个里面有讲到一些唱尾法 那唱尾法啊 有时候是有郁静峰有试缘啦 那真的是就是师长带你们怎么去唱 实际教过你们就会啦 那这个 自己文就照的这个 你看你呢 犯了试缘 那如何整个判罪 然后到如何出罪的过程当中 这要实力的去演练才有 你有遇到这个试缘 那真的唱的时候就可以教 教授带你一遍就会啦 这会啦 那这边还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这个 有同学 我们之前在第三阶有讲 讲一些这个所谓的七佛传法记啦 七佛传法记 那 那 这边刚好利用一点时间啦 七佛传法记 我 我 本学个人觉得不错啦 那有个缘题 我们就是说 我们有常常透过背诵 我们就是透过讯息 真的会有 对我们对 这个佛法佛理的认识 你会慢慢越来越深 那这个佛理 这不是加工过的 不是西式过的 你直接去读这个什么 原文 佛的传法记 这三世诸佛的一个传法记 他的味道都是一致的 那语言表达虽然不同 但是我们 透过不断的去什么 读诵跟训习的 对于我们对这个所谓的 无声之理 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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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空有不二这个道理 或者是中道实相第一地的道理 他其实讲的都是一致的 都是一致的 语言文表达不同 但是他表的意都是一样 语言文字不同 但是表达的意理都是一致的 好 那我们来 大家都应该 之前有印给大家 还是手机上也有 有没有 七福传法记 地尊佛是匹佛师佛的传法记 大家手上有吗 有 那我们一起念一遍 这个他的传法记的部分 生从无相中受生 犹如幻出诸形象 幻人心事本来无 最福皆空无所住 好 这是 这个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这个过去节叫做庄严节 那我们现在是贤节 未来一个新秀节 那这个匹佛师佛是什么 过去庄严节的第998尊佛 每一节都有一千尊佛出识 那这个是什么 庄严节的第998尊出识的佛 叫做匹佛师佛 这个过去的庄严节 他做了一个传法记的寄送 那这个生从无相中受生 生从无相中受生 那他讲的这个生 或者指我们这个正报身心好了 生从无相观察我们这个生 他是从无相中受生 这个无相你要讲解说 他是从没有相当中受生 这是一文的解释 可是很难理解 但是什么叫无相的 那其实你看到无相的时候 我们可以或者用这 任何一个相 他的 你去找任何一个相的那个本质 是找不到的 密相了不可得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无相中受生 其实这五个字 生从无相中受生 就是我们生是假借什么 因缘缘起条件所显现出来的 或者生发出来 这样子 所以生从无相中受生 我们从这样子 你看到无相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他是因缘 因缘 因缘惠玉所什么 所生的 因缘 缘聚则生的意思 这就是缘起的意思 都代表说我们这个什么 我们这个甚至假借的 这种种的因缘 来什么 这起生命 在假借 我们讲假借父亲母血 在母胎十个月 然后在什么 我们过去的业历 还有假借母 那士 还有这个什么 身份 这个身体这样的 外在的这个因缘 那最初生 那有所谓的 就是什么 社运 加上这个什么 士运 射受想行事 那成就这样的 暂时假借的 这样的一个 显发的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生 生从无相中受生 所以是假借种种 因缘条件 才显发出来的 这个无相 记得无相 你提到无相的时候 你要知道 他就是因缘所生的 那 犹如换出出形象 所以既然因缘所生 某种因缘条件 我们就有换出出来 你看 你看 我们就当期 我们这些 我们在做诸位 我们看每个人 相貌都不同 我们都从这个 因缘所生的 无相中 所 无相中受生的 过去 每人过去的 因缘条件不同 那 那这样子 每个人呈现的 因缘果报就不同 那换出来这些 珠形象 是好像 就像说 我们他就举个例 好像 就像那个 演戏也好 这个或者电影 或者这影片 显出来 幻出 这个幻 这个戏剧当中的 这个珠形象 他都知道暂时 我们知道演电视 演电影 都是暂时他演的 就演的科幻片 他也是 都是这些 作人他 他编写出来的 那演出来的一种什么 一种戏剧 你不会把它当成真实 他知道 犹如幻出出形象 这些形象是暂时的 因缘显现的 那 幻人心事 本来无 醉服皆空无所住 那这个在演 在这个戏剧当中 这些幻人 这个演戏人 这些幻人 他的心跟事 他本来就没有 因为什么 我们知道 这些 这个就是 我们刚才举例 这就是一个戏 那我们既然 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个色运 这个身体 我们这个人生 是假借这个五蕴 五蕴因缘 聚合所显现的 所受生的 因缘所生的 那他所生的 这本来这些心事 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 这个什么 心 或者固定恒乱不变的 这个什么 心 这样子 本来无 所以这个心事 这幻人的心事 本来就不存在的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暂时 这个幻人 他演的这个幻人 他演的是什么 他演的是一个什么 富贵人家 他 直高弃养 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人演的是什么 也是一个富贵人家 可是他人 特别的宅心人后 不同 那这些所谓的 直高弃养 这个所谓的宅心人后 就是本来就是 本来他就是不可得的 他是随着因缘 条件所显霸出来的 本来无 他本来就没有固定的 所谓的宅心人后 或者什么 这个疫情佛法 没有 那 所以呢 罪福皆空无所住 那所以这个造出来 这个 这个 意气风发的这个 直高弃养这个人 这个大富长者 他除了欺负这些弱势 他所造的过失 还有这个宅心人后 这个大长者所造的这些什么 福报 皆空无所住 那既然是什么 换了新的本来无 或者造的这些 福跟这个 福业 或者福业 或者罪业 也都是暂时的 暂时因缘的显现 就像我说 我们今天犯了这个过失也是 由于过去的习气 然后还有我们没有保持正业 欲信逢远的以后 就犯了戒了 这就是暂时的因缘 产生了这个暂时的这个什么 这个罪业 那我们如法唱尾就完了 那这时候呢 等我们熟年的时候 我们保持正念 遇尽逢远的时候 我们遇尽 我们不懒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创造这个什么 福业 那这个也是什么 也都是什么 无助 无所住 他也都是什么 暂时的因缘显现的 谁的因缘条件不同 他就为什么 这个变化的 那只要唯独差别 都有差别在米跟物 米跟物的差别 都明白道理 刚才我说真实 都因无所住 那才能什么 升起心 升起那种亲近心 那保持正念 不再用这个探真词 再跟这个境界相应 这个是 这个道理 所以 这边有没有 大家这样 诗句记 这个有没有 不理解的地方解释 其实 都扣着 因缘所生 都扣着缘起 就对了 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这几个寄送 都是如此的 都不离开这些 只是语言文字表示不同 对不对 罪福皆空无所住 圆聚则生 圆善则灭 他的道理也是如此 那这讲的比较心事 那我们认为说 这个在缘起圆灭 这个我认为这个人 这个我很真实啊 可是你是假切 这个五蕴所显发的 那你过去生 佛陀讲的 成男座女金千变吗 披毛戴脚立万端啊 那我们过去 可能当过什么 这个什么 你看这一期 我投生是男众 我有男众的心事想法 可是过去生 也有可能投生成女众 那那一戏 可能就是有女众的心事跟想法 那我投生出生 当一只狗 我就有狗的心事跟想法 随着因缘不同 这样子 那假如今天我当的大富贵 会大富当者 那又什么 福报大 可是没有智慧 那就什么 盛世凌人 那我就造了很多过失 也都不同 所以这样从这整个 无量的生命来看 真的是这我们每一期的 幻化出来的 假切 假切的这个因缘 来视线的 整个或者六大宗轮回 都是什么 不绝对 不绝对 那由于不绝对 当我们迷的时候 就是六凡法 当我们悟的时候 明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起修 不再随顺这个习气 那真的我们体会到 这个所有 因无所住 那这时候 我们升起清静心 开始什么 断乐修善 那我们就成就四胜法界 这样子 那也可以用一句话 真的是中论的 已有空音故 一切法得逞 或者像之前 以前在学院 这个 戒合上 境界法师 戒合上 他讲的就是 有一切的可能性 我想在这句话 大家也有听过 就是因为因缘说 有一切可能性 就看我们 那有一切可能性的时候 那差别差别在什么 就是你要选择 谜跟悟 这两个 谜 谜的话你就是 随着习气 就再又 又继续轮回 那你假如要选择想出离 出离 由此案到彼案 你就选择 应该选择什么 悟的这条路 这样子 所以责法很重要 责法很重要 好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再来看 第2个 师器佛 那我们一起把这个 一起念 起诸善法本是患 造诸恶业亦是患 生如俱末心如风 患出无根无实性 好 请放着 这个起诸善法本是患 这个就是 这个师器佛是在 也一样 他刚刚我们讲的是 上一尊佛是 彼佛师佛是贤解的什么 庄严解的998 他是999尊佛了 师器佛 倒数第二尊佛 的一个出世 他做 他起的这个传法祭 你看前面这两句 一个是起诸善法 一个照诸恶法 都是什么 都是患 那患就是什么 刚才讲 就是缘起 因缘所生 因缘所生 那一般我们凡夫 凡夫 在造起诸这个是谜的情况 所以 我们讲这个谜误的差别 他不了解事件的真理 他在一样是什么 起诸善法跟造出恶业 那他就随着这个什么 随着他的这个业力 随着他的习气 不断的在六界中当中 不断的轮回 不断的轮回 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明白这个道理 明白了 这一般凡夫是米的状态 他不了解这个患 他会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 在什么造善造恶 那随着 因为有我 所以有三毒五盖这些 郁静峰 就会顺境则洗 逆境则撑 那这样子的情况就 爱政分明 那就在六反当中 不断的轮回 那悟的时候 那了解这个患 没有一个真实的我 在什么造善造恶 他是造善造恶 是什么 我们开始明白道理以后 我们保持所谓的悟 觉悟的时候 明白道理的时候 我们开始造善法 那你知道 这些善法 由于我了解 创造我痛苦 那创造这个生命的时候 我开始渐渐的 开始修这个什么 觉悟之法 修其佛法 那我们了解这个提出善法 造这个恶 也是因缘所生 那我们呢 在过去造出恶 这些恶业也是什么 如梦如幻 我们也可以透过 次第修这个观 比如我们讲的 李观 刚才的李观 也可以次提来什么 来将恶法 灭除 不管如何 过去 现在未来 我们造出善法 跟恶法 都是什么 因缘所生的 那我们了解以后 在进而聊 悟的时候 我们进了观察下面的两句 生如巨末 心如风 你为什么知道它是幻呢 因为生如巨末 心如风 那什么 幻出五根五十性 那我们这一期生命 那我们这一期生命 我这一期当 这样的一个 五蕴射身的人 这个生 就像巨末 巨末是什么 海边的巨末 是暂时的因缘 所累积出来 可是所以因缘 海上继续打 它又会 融到大海里面去的 生如巨末 心如风 风呢 因为就像风 像吹 吹的浪打起浪花 浪花 最后形成泡沫 代表说我们的这个什么 每一期生命 是所有我们过去的这个业力 吸气的 那不断的自己轮回 所以创造人生 畜生 地狱或者天的 种种不断的变化 那幻出的这个什么 这个每一期生命 每一期生命的这个什么 的一个一个 身心震报啦 它都是什么 无跟无实心 都是暂时的 一个业力的显现 都是因缘所生的 所以这个换出 这个什么 暂时的这个 它讲的这个 暂时的这个 无印身心 跟这个什么 造诸的善法 跟恶法 都是什么 造的福业善法 或者这个恶业 都是什么 都没有一个 一个真实 真实性可得 它的本性都不可得的 你要找它一个根源 没有 它是一个 一个大我所生 不对 它是有一个善业的实性 生出来的 也不对 所以它换出来这个境界 就我们譬如刚才前面 那尊佛讲 这个换人 这个戏剧中演戏的人 他的那个情绪 都是什么 他演的 他不是真的是生气 他这个没有 本来就 这个换人当中 他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 心跟什么 一个这个生 可得 所以换出五根五实性 这个生 这个心 还有这个创造出来的 五印身心 创出来的善法 惡法 都是什么 没有实性可得 这个是 施弃佛的一个传法记 简单这样讲过 那再来我们看着第三尊佛 我们一起念一遍 这个匹伯师佛的传法记 假借四大以为生 心本无生 因尽有 前进若无心亦无 罪府如患起意灭 起意灭 对 这个就是 这边讲到生跟心 第一句讲到生 第二讲到心 都都不离开身心 假借四大以为生 我们这个社运 是假借地水火蜂的条件 所显现出来的 那我们这个心 心的部分 就是内心的受想形式 本无 心本无生 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社运 虽然有它的作用 它的作用 但是它本无生 它是不会 不是说一个什么 这个社运 这个行运是固定的 有一个主宰的行运 生出来 不是 它是因尽有 它是因为有这个境界 它才起这样的一个思维 比如说 我们没修学佛法之前 看到这个境界 我们是迷了 水顺习气 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习气 好 顺我就起爱 然后不顺我 就起撑 这样子 可是我们今天修学佛法 了解道理由我们起了 误狼 那我们遇到欲静逢源的时候 我们阴静的时候 我们开始就修这个保持正念绝观 不随性 随着境界 跟着境界走 你看 心本无生 所以跟迷跟悟的关系 那我们心机创造出来的这个 因缘条件又不懂 这样子 因尽有 当迷的时候 你有所谓的爱症 可是你悟的时候 你保持平等静静心 所以呢 你看 心的相貌就很多 没有固定从一个 某个东西生出来 它是因为境界 因尽 所以能生起这样的 不同暂时的一个什么 或者这个 这个烦恼 烦恼心 或者是什么 正念心 不同 那 前静 若武心意武 前静 当这个境界美的时候 境界 我们讲这个美 若武 讲美的又比较 通俗的解释 我们讲说 前静若武 假如你不止取前静 你如理的观察这个前静 是因缘所生的 是暂时假借因缘所生的 它没有实性可得 你不会去止取它 我们这个武就是止取 止取 那你内心的那个什么 你既然前面你不会止取 你对境界不止取 那你内心当然也不会什么 去挂爱 也不会是止取 这样子 或者是什么 你知道前静它的本性是不可得的 那在这个境 因静生起这个心 心的作用 那也不可得 也不可得 这样子 所以前静若武心意武 只要你前静不止取 你内念 那念烦恼心 后来爱正心 自然而然也就是什么 也不会起作用 因为你保持正念 那罪福如患其一面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智慧 你去观察的时候 那之前我造的罪业造的福业 都是假借因缘 因缘前进 之前迷的时候 善法二法都有 但是这些都假借因缘所显现 你知道了 那这时候我们悟的时候 你知道原来这些都是如患的 暂时起意面 起意面 那我们悟的时候 我们也是什么 也我们讲说 我们了达这个无所助的时候 我们自然的什么 去断恶修善 那你知道这一切法是不可得的 所以你自然而修 那不断的让我们 去更深刻的去体验 这种无所助的 这无神之理 无助之理 这罪福如患其一面 如患就是因缘所生 随着因缘 起来或灭去 那我们如实去观察 我们无量的生命 在六法界间轮回 十法界当中的六法界轮回 就是如此 就是如此 好的 这个是第三尊的彼佛师佛 这个就是第一千尊 庄严节的第一千尊佛 好 我们再看 现在第四尊佛 这个贤解的第一尊佛 居留孙佛 箭生无始是佛生 了心如患是佛患 了得身心本性空 诗人与佛何疏别 好 请放掌 箭生无始 我们这个箭 这个箭 这个箭 你就是正如我们说 应该是说 你透过熏悉以后 我们去 去如理思为 而且是什么 你真的去测箭 这个射身 这个身体 这个甲皆五孕而二的 这个四大这个身 是无始 那你是佛生 那这个佛生 也就是我们说这个佛者 绝也 我们用绝 绝 那佛也是如此去看待 这个什么 这个正报的身心 聖人都是如此的 这样的觉悟的 去看待这个身 那了心如患 那这个圣人 他们是如何去了达 这个什么 这个心 那了心如患是佛患 我们的心 也不断随着这个因缘变化 会有种种的这个想法 那这个想法 随着刚刚前面 这个毗婆师佛的 因尽有 随着这个境界 而且就是显现 显出什么样的心 那我们一样 譬如说我们凡夫 看到境界 看到同样肚子饿了在吃饭 那圣人也是肚子饿了 他也是吃饭 可是我们凡夫会什么 会喜好去分别 可是什么 圣人他是如始至至到 饿的时候 因缘时解到 他就去用这个餐 因为他还有这个正暴身心 那内心 他就会如理作意 那我们凡夫是不会的 我们凡夫会随着境界 不断的起爱政 那这时候我们学习 圣人他是什么 了心如患 他了心知道 我们这个心也是什么 没有绝对性的 也是随着境界不断的变化 那你一定要了达这个样的时候 你在这个随着 知道境界的显现 那这个譬如说 这个随着时间 因缘六根出境的时候 因缘发生 法尔如是的发生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们不会再用什么 贪真五概 贪真吃 还有这些烦恼 跟这个境界相应 那我们知道这些 就是当成第三者 是观着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不再加之爱政 这时候 这个也是佛陀去什么 圣人 圣人他们觉悟的 所谓的因缘所生的这些什么 一个法 我们内心的这个心念 也是因缘生的 佛也是如此的去觉 圣人也是如此的去什么 觉悟 这个心的变化 跟生的变化 都是患的 那了得身心本心功 最后我们了得这个什么 身 这个五印身心 它的一个什么 这个本性 我们或者用性空观 去不断的去分析 分析它最后找不到一个原点 密心了不可得 罗伦的烦恼心在哪边 找不到 拿给我 拿不出来 最后密 本心功 找到身心 我们所起的那个爱症 或者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在 甲介四大的这个身体 所聚合的 我们去找出它的根源 找不到 了之 身心本心空 它的本质都不可得的 这是暂时因缘的显现 你说有真实的生吗 那我上辈子是当 譬如我上辈子是当人 我就人的震爆身心 那这辈子是当 也是当人 也有一个 譬如上辈子当男众 这辈子当女众 下辈子 可能造了恶业到 出生道具 那在下辈子又到 造了 说完报以后 三叶发了 他升到天 不同 那每一期的震爆身体 有实性可得吗 假如有实性可得 你不可能这样变化 那了得身心本心空 那这样的人 你有如此这样的一个 三角智慧观察 这个震爆身心的 这样的一个行者 诗人 这样的人在座诸位 能这样去奴隶观察 还与佛何书别 那这样的人 就跟佛陀 诸大菩萨 他们没有差别 他们觉悟的道理 事件的道理没有差别 他们看到事件的真相 是一致的 这可以这样来体会 所以居住孙佛 他也从我们的震爆身心 来去修观 那用这样的记忆 让我们去反观 我们这个身心 去找他的 我们认为的一个实性 本性 是不是真实的 结果找是没有 是不真实的 是不可得的 是这样子的 这是第四尊佛 也就是贤解第一尊佛 居住孙佛的一种传法记 这样一个善巧方便观察 所以你能 你能有这样观察知味 就跟什么 诸佛菩萨所见的理 所思维的这个什么 正思维 是一致的 圣人就是如此看待 我们的震爆圣经 跟一爆世界 好的 我们再来看 这个 贤解第二尊佛 居纳哈摩尼佛的传法记 佛不见身知是佛 若时有之别无佛 智者能知罪信空 盼难不步于生死 不惧也行 不步也行 都是有的 那一礼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居住孙佛的一个传法记 那佛不见身知是佛 佛不见身 我们这个不见可以说佛 他不 一个圣人 觉悟 我们讲一个觉悟 我们不要指佛陀是讲觉悟的 佛者觉也 我们用动词 就是觉悟这个 我们这个正报身心 不见身 你不会把这个身心正报 当成一个死有的 不见觉悟 那你不会把这个不见 不见死有的这个身体 这个社运的身体 是死有的 那你能这样了知呢 是什么 诸佛菩萨的一种 这样的内心的那种觉悟 这个佛 知是佛 这是真正的这种觉悟 我们可以这么讲 那这个什么 若实有之别无佛 若实有之 你如果有这样什么 如实的这样的一个什么 而了知了 了知了 了知了 别无佛 别无要怎么解释 没有别的 没有其他的别的 或者这样讲 若实有之 若实有你能如此的去了知 用这样的所谓的不辞取 那了知 世间的真相去观察 这个正报身心 那这样 你跟诸佛菩萨的这种 觉悟的这种智慧 是一致的 别无佛 别无佛 就是 若实有之 你有如实的了知 你有如实的了知 你如实的去用这种方法去了知 那观察世间的一个真理 就是用如什么 别无佛 就没有其他超过这种 觉悟的方法 觉悟 若实有之别无佛 别无 先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下 下下 下第三句跟第四句 智者能知最幸空 坦然不不宜生死 那既然知道 这边举一个身 一个身 当然身就包括心 身心 那你能如实了知 用这个三世诸佛 觉悟世间真理 这样子 知道一切法不可得 一切法不可得 那 你有如实的这种观察智慧 那这样的智者能知最幸空 那既然是什么 身心正报是不可得 那他们所这个什么 所创造的 所造的善或恶 也是什么 因缘所生 也没有实性可得 所以知最幸 他这边指最幸 当然也讲到其他的 照的这个业力 他的本性 都是什么 不可得的 他也是因缘 因缘 暂时 因缘 因缘所生的 那既然如此 他能了达 这样子 所以坦然不不于生死 所以 这样的一个什么 起修 或者我们讲我们的 这个在起修的 因地帐中的凡夫 我们了达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什么 次第的是什么 去断乐修缮 那遇到过去的业力 你也不会恐怖 因为什么 就是愁玩过去的这个业力 业力的显现而已 就很多修行人 也没有被冤亲 过去的业力 有横死的也有 那这样子 但是这些 这些智者行者 他们了达道理以后 他们是不部位于这个生死的 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用 再透过这样可以了解 我先把它解释 后面把它解释完 那这个 基督孙佛这无别的地方 那有不足的地方 师父在到时候再补充 然后再 再传给这个家会 再来是 贤解的第三尊 第三尊佛 这个家瑟佛 我们看着他的祭颂 一切众生性清净 从本无生无可灭 即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无罪服 这个家瑟佛的祭颂 跟前面的这个贤解的 庄严解论的三尊佛的那个 道理都比较相 比较容易理解 他这边讲 一切众生性清净 我们讲这个众生或者什么 一切法 一切法 众元和而所生的法 它的本性是不可得 它是本性 法就是清净平等的 这样子 它的性本性是平等 就是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法 一个生性可得 一个生性可得 一切众生 众元和而生的任何的一个法 它的本来面目就是什么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的 清净的 那从本无生无可灭 它的本来的一个面貌 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生性可得 生性 那也没有所谓的真的真实的灭去的这个法可得 所以从本就是它就是因缘所生 因缘会议所显现的 就是缘起 那既然是缘起的 那我们回来观察 有这个道理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正暴身心 也是因缘暂时假和而显现的 那这个有种种的心 也是因为有种种的境 那你因为迷 不如你作异 就有种种的心 显现 那这些都不断 那你明白道理以后 你知道就暂时的什么 因缘所显现 有如是寂寅所产生的如是心 那些都是什么 那个心都也不可得的 都是什么 暂时的因缘幻化出来的 那在这个什么幻化当中 这个人 这个圣报身心所造的三恶业 它也是什么 无罪福 无罪福不是没有罪 罪福 这个所创造这个罪跟福 它也没有实性可得 是这个意思 那因为时间快到了 我们简单这个加瑟佛 这么解释过 那我们看了最后一尊 所谓贤解第四尊佛 释迦牟尼佛的寄送 法本法无法 无法法义法 今乎无法实 法法合成法 好的 这个生命的枕来线上 法法合成法 就是这样子 那这边从地区来看 法本法无法 一切法 一切法的本来面目就是什么 他们讲的无法 无法就是 本来的面目就是一切法不可得 这样子 一个法都没有一个真实性可得 无法 那这种一切法就是因缘生 那无法法义法 那这时候 那我们在 可能我们些 譬如说凡夫 可能认为这个 佛陀讲的这个无微法 他有一个真实的 就因为凡夫都会执有 想说这个有微法不可以执取 他就是抓一个无微法 那佛陀也在讲说 连这个法也要放 无法的这个道理 你也要放下 因为这个代相光空 我们讲说这种思维修的这个 道理这个什么 你认为有一个无我的境界 那不是 佛陀讲这个无法是什么 在缘起当中 那个空意就是了 是这个意思 他的本来面目 那个什么 一切法的本来 因为平等亲近 他不是有一个境界 是平等近 在一切法的缘起发生当中 他就是在什么 他是不可分割的 他就是一体的 那到中 透过原文字的时候 一切法本来也是不可得的 但是 这个不可得 我们又把他抓的 这个不可得 认为这个不可得 还是究竟的 其实不是 无法的法 你这样抓的时候 那这个法也是成为 一个法 你一个执取的 这个一切法 不可以执取 那连无法之 不可得的这个法 你也要放下 这样才是 那你假执取 那这都是什么 还是一执一切法 那在 今父无法时 那今天佛陀 今天真的把 我们或者是 父 传下去 传下去 或者佛陀 闡明出来 这个无法的时候 这世间的本来面目 佛陀要把这个真相 讲出来的时候 今父无法时的时候 那我们真的能体会 或者契录这个 这个本来面目的时候 法法和神法 这个一切法 乃至连 我们认为的无微法 这个法 未曾有一法可得 所以这两个法 都不什么 一切法 包括这个 我们认为的无法 佛陀讲的这个什么 无微法 这个法 我们也要放下 那这样你才能见到 本来的面目 这个可以简单这么解释 这是以上 是本人个人的这个 体会的解释 提供大家一个什么 一个方向 或者一个敲门砖 这样子 那大家平常也可以 或者大家有更好的 这种解释 体会也可以 大家一起来 研究 分享 那本贤就 就简单的 把这个 讲过 10点 又12点了 那这个 这七佛传法记 大家可以 不断的去思维 那我也在 网路上找到 有一个 讲到这个 七佛传法记的解释 他的解释 你们可以参看 参看 自己去理解 参看看 那我也把它 稍微做一些整理 他说我回去 再传给 我好像有记录下来 我再传给佳慧 那还有这个什么 七天二十八组的 传法记 那大家可以把它 等于把它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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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那可以参看 那可以 不同祖师的 还有七佛传法记 可以提供大家去思维 这个什么 我们讲的这个 中道地地或者 石像 或者这个 无声 或者这个 无助之理 我们 可以透过这个 缘起信空 了解这个 缘起信空的 我们这个 事件的真理 我们如果 透过这个 祖师大佛 跟这个 祖师留下来的 传法记 来什么 来去体会 体会 这样子 好的 那今天 课我们这个 算唱尾篇的课 到这边 那接下来 这个八 九月 十月 会换那个 这个谁 慧传法师来上课 那这个 慈泛篇的 我就留待十一月 我们再开始上 这样子 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我们 就是 向下文长 附带来日 回向 请不吝点赞